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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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像有个物资可以拾取一下 帮助小队成员在恶劣天际 敌人和时光流逝的挑战面前生存下去 找到一份可收集的物资 点击鼠标右键来更换采集者 赛恩会获得一份木料 K114号前上站 侦察兵在收集气象和制图数据 这里应该有一个保存着 极乐穷顶信息的信标 谢Pardice送的十个影光霸 野蛮人画作 新知识百科 不知道 就今天出的这个新的游戏 点击去看一个 离开穷宝过后没几天 小队搜索了一座废弃的前哨站 赛兵所言不虚 这里确实能够 这里确实有一个能够引领他们到达 极乐穷顶的信标 晚上好 刚来的观众朋友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卡丽黑金金标开始下载数据 赛恩精进盯着前哨站的出口 防备可能来袭的敌人 与此同时 纳迪尔开始灰金中寻找出路 佩特拉 卡丽 这里是纳迪尔和佩特拉 佩特拉用无线电联系管理员 赛恩应该是一个战士 在探险途中你必须做出决定才能推进 简易无线电话装置的扬声器先是发出了 刺喇声和刺刺声 然后才听到了管理缓的嗓音 我代表保主恭喜你们 你们已经抵达了第一个信标 行动迅速 第二个这个赛恩人挡杀 靠武力 赛恩靠武力 第三个叫什么 我已经忘了 第三个是靠外交的 最后一个是靠这个 隐蔽 智慧 武力 外交 隐蔽 接步和机械 改成413弹一送的 糖豆车 选第一个吧 智慧 谢谢Neo Caffrey 送的一摸吧 谢谢小红相 小队心事将有胆有谋 管理员肯定了他们的选择 并强调这项任务紧急又光荣 下一次巨浪来袭 穷宝就会被冲塌 各位吃猴 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你们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胜利必将输有的 无线电随机 线路静默 小队深渊重新踏上正程 继续赶路之前 你现在应该扎赢了 谢谢高高欣欣 送的选拼 感谢初步小飞魔 送的十个赢了 谢谢小红相 送的十个赢了 勾火烧得越旺 营地能做的事情就越多 物资消耗 也会更加合理高效 给勾火贴两份柴 然后继续 你必须精打细算 用尽量少的物资 尽力保障 小队成员的温饱与精力 若小队成员的任意状 任意状态指标降到最低 他们就开始 损失生命值了 给卡利一份口粮 然后继续 这有点像那个 是天啊 这游戏 是吧 这游戏有点像那60天啊 小队成员的 生命值降至灵 就会死亡了 如果有四名成员死亡 游戏就结束了 给赛恩一份药品 然后继续 查阅你的规划单 然后继续 你需要足够的精力 才能收集物资 并路性赶路 安排佩特拉进行休息 然后继续 这个是佩特拉了 小队成员的进行状态 会影响他们执行任务的效率 安排卡利和纳迪尔进行交谈 安排小队成员站岗放哨 安排赛恩 从以上两类任务中任选一类 还有是外出探险 赛恩还有一个是外出探险 放哨 在这凡事就要当心走错一步就出问题了 我觉得逃跑和躲藏也没办法解决问题 对牛哥人还没来 恶劣天气 纳迪尔垂头丧气 纳迪尔想和佩特拉分享他的食物 赛恩建议不要在这种恶劣天气下 把吃的东西拿出来 纳迪尔勉强接受了建议 是停下60秒的 看上去 执行营地 执行营地任务 减弱篝火火势 提升遇险的可能性 且会耗费时间继续 现在你已经熟悉了 侦查小队求生所需的基础知识 其余的就留给你自己去探索发现了 祝你好运 希望小队能从毁灭边缘 拯救 兼臂穷顶 拔银出发吧 谢谢一捆小火柴老板送的母话书 感谢一捆帐木送的两个汤头车 感谢一捆小火柴大老板 老板大气 这就是拔银了 有个人没来呀 晚上好 刚来的个人朋友晚上好 他这画面风格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左上角有一点红色的差 出现了一只狼 穿过迷雾 小队发现了一匹狼的身影 又喊声吓走他 迎头痛击 点火吓走他 四个人打一只狼打不了 小队全力扑向这头野兽 赛恩受伤了 减两滴血 队员们把这个狼 大邪拔快 并把它做成了干粮 赛恩身上还流着红色的血 这里是换人 还能再换人吗 背包还有容量大小 不一 走 捡的什么东西 个尸体 有话好好说 冬冒下浮现了年轻野蛮人的面孔 他微笑着招呼小队 野蛮人请他们坐下共享美食 友好 小队决定陌生人一同进餐 之后双方相安无事 卡丽与野蛮人相谈许久 野蛮人告诉他 北方有一群名为猎犬部族的野蛮人 重视荣誉 崇尚勇 几小时候道别了 小队消除了饥饿感 小队得到了休息 就回满了都 小队暖和了 还有一个温暖 有个体力 还有一个饱腹度 赛恩少了两滴血 谢谢玩游戏的蓝星人 感谢MASDAN 这里有左右两条路了 进入野兽的领地 走弯曲迂回的峡谷 我先说他7点 7点之前吧 说他7点左右 有个说他7点左右来 关了我也睡着了 关了退款 早知道我也7点钟来了 早知道我也7点来了 现场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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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早知道我也7点钟来了 什么地方有凯人 在哪呢 电脑老了 摄像头卡住了 那你就当我没动吧 好吧 就当我人没动就完事了 怎么游戏都卡住了 啥玩意啊 游戏都卡住了 什么东西了 这电脑什么东西了 电脑 又游戏都卡住了 这没动啊 我人没动啊 不是摄像头僵住了 我人没动不行吗 咋了 我人没动不行啊 不可以啊 六大英雄 这角色 六大英雄 这其中出现过 一二三四 这不就是 罗德斯岛战绩吗 六个英雄的灵魂 聚集在 名为罗德斯岛的大帝 这不就是 罗德斯岛战绩吗 这个女主角旁边 那个男的不就是那个吗 这游戏不是罗德斯岛战绩吗 这就是罗德斯岛战绩啊 但不过 看过这个的也是上年纪了 至少也是30岁 到35岁起播 看过这个的年纪也挺大的 说的是 看着镜头人不动不行吗 看着镜头人不动 哎 升级不归满血的吗 刘哥还没来 谢谢此号已是要送到10个以供吧 雷莉亚和卡拉是谁 电脑爆炸之后 这个游戏就那个了 当时电脑爆炸了 然后这个游戏就存档就没了 魔女卡拉 好多设定里面卡拉都是魔女 除了有一部电影叫卡拉是条狗 卡拉是条狗那是葛优主演 葛优主演 为什么一动没动 因为我人没动啊 就这么简单 好吧 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人没动 水里没火的 这把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人没动 玩起来挺像游戏的 但这个游戏还是质量很不错的 召唤火精灵杀罗曼蛇 小鬼的枪构12 短界攻击15 这可以上去吗 这不可以上去吗 我没卡住 我人没动 哎呀 这游戏因为中期我都玩过了 也应该是前中期吧 前中期玩过的那些我感觉制作的品质还是相当之高的 看上去玩法有点像鹅鹏城 越下越想去 但实际上这个游戏做的挺牛逼的 其实这款游戏制作的还是挺牛逼的 算是一个上家之作 感谢优越老板送的10个糖豆车 谢谢优越老板 老板大气 感谢123 谢谢大慧拉 我是准备开播放双轮成型的 带和5个7人妹来 下都卡住了也没办法 除了关闭和卡住没有什么选项 同学们 除了关闭和卡住没有其他选项 OK 我这个剑上面怎么还带血锅呢 就卡住了 卡住了 没事儿 我不是应该在这儿获得一把弓箭吗 我没有获得弓箭 他就骑得怪了 唉 我给他们发现了 1行 2行 1行 2行 3行 2行 2行 3行 3行 這算一句還帶瘋的啊 這帶火吧 搞不了的 一次半壞搞不好的同學們 這我不騙你們 可能攝像頭一弄 等會爆炸了 今天直播都沒了 真的 是電腦的問題 不是其他的問題 我不和大家開玩笑 等會搞了 等會今天連直播都沒了 還不如就讓他這樣卡著算了 卡著算了 謝謝優越老闆送的10個糖豆車 還有個寶劍 還有132個寶劍 真的會爆炸的呀 剛才已經有爆炸的跡象了 不瞞大家說 剛才已經有爆炸的跡象了 非常危險 重啟真沒用 重啟真沒用 真的沒用 起碼 Mal擴片 過了 有 有 無 被 他这游戏有点像以前的一款设计游戏 以前世嘉出过一款设计游戏 那游戏好像叫杜鸭还叫什么来着 叫斑鸠我想起来了 世嘉在他的Cast平台上出过一款非常优秀的设计游戏 叫斑鸠 斑鸠就是通过黑白两种颜色来转换 他这游戏就是黑色的子弹 你用黑色的机身可以吸收 白色的子弹你用白色的机身可以吸收 现在这个游戏就有点像这种设计 风精灵就是白光 火精灵就是这个 同样属性是可以吸收的 不同属性会受到伤害 这个魔喷火估计风精灵打他效果就不是很好 火焰火焰打他效果就不太好 我这个魔机喷火我也不掉血 卡住了没办法卡住了就卡住了那咋办呢 卡住了呀那就是卡住了呀 有个人说他7点钟来呀 我也7点钟来了摄像头就不会卡住了 我这好像打boss了吗 这什么地方 我是不是回来了 我转了一圈回来了 我就怕我关了机灯火死机了怎么办 同学们 怎么办 对吧万一呢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关机一下万一死机了怎么办 刚才有死机的技巧 该如何是好 那该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 关机死机了就直接睡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吹気i 骆人寂寞卖我装备 都是老朋友的 還賣我裝的 不能直接送給我 屠龍界是900是吧 每次賺30 門口兩個仔每次給我賺30 那我去開一下試試吧 死機了也不能怪我 我沒辦法 死機了確實沒辦法 我去開一下試試 哎呀 感謝大老虎送的10個銀河 死機就死機吧 那怎麼辦呢 嗯 겠습니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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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一半摄像头坏掉了 那没办法 被牛哥骗了呀 牛哥人也不来我 被牛哥骗了 谢谢拉拉小尼玛 感谢陈上宇宙的风 坏掉了 那坏掉就坏掉吧 这摄像头坏了 我也没办法 突然间坏了 我也没办法呀 这又啥办法 也没办法 摄像头坏了 我也没办法 被牛哥乱骗 打火恐惧之间 那咋办呢 这没办法被牛哥乱骗 这打火恐惧之间了 没办法 这么长密码 没人知道吧 这摄像头确实突然坏了 确实是突然之间坏了 恐惧之间也没人了 牛哥跟我说七点来的呀 牛哥跟我说七点来的呀 我可以从来就摄像头坏了 我没品听 这个时候他已经过了 三点来的摄像头坏了 就这样了 毙丽丝 frank确实 来了吗 12345加我6个人 6缺6 12345 5个人加我一个6个 还缺6个 还缺6个人 再加一个还缺5个 谢谢23号混子 感谢拉拉小尼玛 谢谢陈上宇宙的风 那怎么办 要不众筹一下 众筹一下 我现在冲出去 楼下买个摄像头 然后再给它装上 众筹 每人送一个宝剑 众筹一下 谢谢少侠668送的选民 怎么了 干什么呀 这什么表情呀 你这什么表情 我 这什么表情啊 从来没见过你这个表情 什么表情 这是 你哪学的 拿去吧 你这个表情太丑了 不要做这个表情 去吧 好嘞啊 开好嘞啊 妈妈 众筹了吗 众筹成功了吗 众筹成功 谢谢宝宝的熊兄 感谢春莹下事务 我去隔壁拔个摄像头啊 众筹成功 我不去楼下小白布了 我去隔壁把摄像头拔下来 我跟他拼了 马上啊 很快 我很快就来 众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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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咋回事这 这咋回事 这 这怎么回事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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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咋回事 为啥这壶呢 怎么糊成这样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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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发现他不太稳定 要不我给他重新再开一下吧 要不再重新开一下吧 反正牛子也没来 我再重新开一下吧 按着不对啊这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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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七说他 满了 没用啊 他特别糊啊 是为什么 能看一下吗 他为什么特别糊啊 他为啥会特别糊呀 是啥道理呀 要去播关了呀 要去播关了呀